要说如今KPL的三大顶流 毫无疑问就是五位九尾和伊诺了 这三位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长相比较符合女生的审美 俱乐部都会营销 联盟也会力捧 并且综艺节目也都吸引了一批粉丝 不过这三位的荣誉和Fly 花海Cat这些选手比起来略显不足 一直都会被一些观众质疑实力 从本赛季的发挥来说 五位已经从中脱颖而出了 面对RW霞的这场比赛 五位更是拿到了三局MVP 下水道的菊佑精都能站出来凯瑞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汤汤 死去的回忆又开始攻击她了 可能五位想起了汤汤的那些话 就把场上笑颖的队伍当成了出气筒 五位的菊佑精这局一直在疯狂绕后 愣是把一个中后期作用不大的英雄 变成了刺客 笑颖没能逃过五位的制裁 花园也如此 看到阵容 大家都觉得菊佑精是不可能摸到加罗的 但五位还真做到了 最后一波的五位虽然没能亲手切到加罗 但他绕后的位置让加罗没办法向自家水晶的位置撤退 只能向河道方向逃跑 最终也是难逃一死 第六局的Hero背水一战 五位的赵怀珍同样也是破局点 在中路这波秒放大招秒掉花园的孙上香 恐怕花园根本就没想到 这个赛季九尾的表现很一般 大部分时间比较隐身 季后赛面对Hero更是完全没有声音 TTG的成绩近两年难有突破 九尾也是个重要的因素 至于伊诺 本来常规赛打得很不错 和一群新人队友一起打 大家都挺心疼他 但是面对伊斯大的比赛 真的是异常打没了一个赛季的呼吸权 反倒是五位赛季前半段饱受质疑 后面练出了一手招牌坦克打野 在九折的带领下越打越好 如今五位的状态已经没什么人质疑了 在这个版本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 三人最近三场比赛的数据图 九尾和伊诺都很惨 不过五位明显是不一样的 本赛季五位的结局注定好过九尾和伊诺 他的冠军数也是这三人当中最多的 同位顶流 现在的五位确实是脱颖而出了 另外 某牙也有一位以颜值著称的顶流主播佟锦城 江南第一申情最近也要来打王者了 在5月5日当天 他将和吕德华solo 还会有5v5对战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留意一手 最后 大家对于五位九尾和伊诺 这KPL三大顶流 有什么看法呢